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好奇过 为什么有些瑜伽士或僧侣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西藏武士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之一 这是一种古老的练习 流传了2000多年 如果你每天练习 就能激活脉轮 平衡身体的能量流动 要知道每个脉轮 与我们的一个内分泌鞋相对应 这些线体产生的激素 调节是所有身体功能 已经有研究发现 这些激素对衰老过程 有着重大影响 因此练习西藏武士 不仅能增强血液循环 提高你身体的灵活性 还能帮助调节关键的衰老技术 例如披尺醇和生长技术 当然你可能会纳闷 几个简单的练习 怎么就能抗衰老呢 有趣的是 1939年就发现了 Colian Photography 展示了身体之围 是有看不见的电场或者气场 可以说我们是被宇宙中 某种形式的能量所滋养 而且年轻健康的人的气场 与衰老不健康的人的气场 也有所不同 下个短片 我会分享我练习西藏武士 两年的心得